好 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文本溢出处理 首先要明确一点啊 就是这个文本溢出处理的肯定是可以用纯CSS来实现的 那么这个溢出呢 它是分为单行和多行啊 不同的 溢出方式呢 它的处理方式不太一样 首先说单行吧 我这里有个批评数 然后呢 里边有些乱七八糟的文本 这文本溢出了 我怎么来实现溢出隐藏 并且呢 有一个省略号呢 能找到个样式啊 几行代码就可以实现了啊 好 首先第一行代码是 whide space no white 让里边的文字呢 不要换行 给我一行排过去 然后第二行代码overflow hidden 溢出隐藏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就差三个点了 是吧 那么这三个点呢 可以使用tags overflow ellipsis 表示省略号 文本溢出过后呢 使用省略号来进行代替保存 你看一样单行溢出就搞定了 好 多行溢出怎么办呢 还是一样 你要定个高度 然后呢 第一行代码要改变它的核子类型 display 把它改为webkit box 这个属性呢 是有一些兼容性问题的啊 如果说你的浏览器内核不是webkit的话 它是不兼容这个属性 用值的 如果说你要考虑兼容性问题的多行溢出 出现省略号的话 那么你还要用更复杂的做法啊 那就需要单独的去看一些短视频来讲了啊 我们这里单去考虑这个webkit内核的浏览器 因为目前呢 这种内核的浏览器呢 是最多的 好 把它变成这个核子类型 然后呢 加上这么一行 告诉他 我们核子里边的内容排列是纵向的 叫vertical 然后呢 再告诉他 我们一共有几行啊 我们这里呢 有五行保存 对吧 那你看 这里是不是出现了省略号了 那后边怎么办 那后边就overflow hidden 背overflow hidden 好存你看 就完成了多行溢出了 其实呢 在很多站点里面呢 做到这一步呢 就差不多了 因为很多站点都没有要求那么细 他有可能是这样的啊 就是你支持这几个属性的话 那就可以看到非常完美的效果 如果说你不支持的话 那么就相当于是这三行啥也没写 啥也没写的话 你至少排列不乱 对吧 他就是没有三个省略号而已 如果说你一定要针对低版本的浏览器 或者是非webkit内核的浏览器 也要做出这个三个点的效果的话 那就需要单独去看一节视频来讲啊 好 这是关于溢出的处理